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苹果 现在咱们来到粒子价格地这里 咱们有一周没有来了 这一周都在下雨 现在天晴了 天晴我们就打药了 今天跟昨天我们都在打药 但是我们早上打药 它下午又下雨了 没办法一直下雨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大丁香 大家看一下它的叶子 它叶子尖长的 你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大丁香 大丁香做果粒还不错 我发现现在好多人下了 连续下了一周的雨 很多已经落果了 落果有一些花 瘦粉不足 那个花碎全部也掉完了 所以说今年有些人的产量比较低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大丁香品种 还是蛮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个虫 这个是大丁香品种 现在的话可以打这个保果药 沙准药了 因为连续下了一天的一周的雨了 咱们要打一下 保果药的话咱们打那个阿斯蒂 一克的话对水600到800斤 再加一些磷酸阿青甲 或者流体棚啊 沙准的话 加那个秘菌子啊 或者多准磷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主要就是打这个沙准 大家看一下这个大丁香 做果粒还是蛮不错的 风产文产 每年的花价格都有五六块钱 也还是蛮不错的 啊我们这个是价格两年的啊 这个树是价格两年的 大家看一下 两年的花塑形塑冠就有了 还是蛮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两年的塑形塑冠 挂果粒也蛮也是蛮多的 这一棵树了吧 目前看的话大概有四十多斤 五十斤这样吧 大家看一下还是蛮不错的 现在的话建议大家打一下保果药了 我们联系下了一周而已 大家还是要打一下药的 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加云台树内子都是可以的 有些人还加一些利品药啊 或者其他的 复销芬 反正很多人用你常规用药了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挂果粒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大丁香 都是有产量的 现在的话都是并搭的 你看这个这个时候了 等到他生里落果的时候 就是晴天出大太阳 他这个果生里落果 第二次生里落果 他落下去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防地球虫的时候 地球虫就是这个时候 幼青的比较多 所以就是第二次生里落果 就是之前就是快等到晴天吧 过三五天晴天 我们一定要打一下那个 打一下那个沙地幼虫的 特别是那个沙地幼虫用药的话 咱们用那个灭虫尿啊 或者施满尿啊 它是杀暖的 杀暖跟那个幼虫的 如果杀成虫的话 咱们打那些甲维盐啊 阿维准树 杀暖的也可以用那个利虫本甲先啊 但是他那个比较贵啊 便宜一点就买灭虫 灭虫药 施满尿这些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你看这个虫很快要打的 所以可以加在一起打一下沙虫药 可能也是蛮多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地主虫那个破茧虫壳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蛮多的 他这个 这个叶子上面很多这个白色的这个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啊 建议一下打一下 特别是出大太阳的时候 现在这几这一周下雨嘛 要如果一出大太阳 就咱们就要打那个地主虫了 杀虫杀准 现在的话咱们明这几天不下雨 你就可以打一下宝果药杀准药 然后出大太阳就可以打一下那个杀虫药 就是地主虫这些 或者一起打也可以 就怕现在下雨嘛 今天呢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些品种 这些大丁香的品种 大家看一下啊 假接两年的啊 今天呢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对这一块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下帮评论 谢谢大家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